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相当经验 吸引无数眼球了呢 在本次的美丽圣典上 林女儿也是获得了亚洲风尚大奖 这是实至名归 我在中国能拿到这个奖 我感到很荣幸 很感谢 以后我会更努力 把更好的自己展现给大家 谢谢大家 一直喜欢我 一直支持我 谢谢 能拿下这份大响 林女儿也是深知和广大中国粉丝们的支持是分不开的呀 但也是特地向粉丝们甜蜜表白 我每次跟你们说 因为有你们才有我 我希望以后有更多的机会跟你们见面 谢谢你们 那边的林女儿玩转时尚德心应手 这边顶着环球小姐中国军冠军 投选出道的张萌同样也是娱乐圈的一枚潮流爱抗的 当天张萌同样选择了黑色系造型 以一系黑色连衣裙亮相 今晚长发显的继承手有优雅 活动现场张萌也是和现场观众打方 分享起了自己的生活理念 以前比较出众美的她 如今越来越发现女性的智慧才是最重要的哦 我们原来有的时候会说 有一句古话叫做女子无才辨识歌 但是现在我越来越发现 我们身边的姐妹越漂亮的 越美丽的就是越有智慧 因为她懂得如何让自己的智慧 让自己变得如何去保养自己的皮肤 包括去锻炼去把自己的身材保养得非常的好 包括可能会让自己的事业和家庭的平衡等等 我就觉得是很有智慧的 所以现在呢可能是新的东方女性 我觉得代表的就是一种智慧 如今变得越来越优雅 知性对于生活中萌也是充满了自己的思考呢 一直忙着拍戏的她 最近对于关爱父母这个话题也是相当有感触哦 因为可能已经演戏很多年了 然后已经很容易去管理自己的一些情绪啊 包括一些这种皮肤啊身体上面的一些状况 但是我最近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 就是对我来讲很大的一个挑战 就是时间上的分配 就是如何 因为我们拍戏常常在外嘛 尤其是有的时候一个一个戏可能在外地照几个月的时间没有办法去陪家人 但是当我回到家的时候发现可能自己的爸爸妈妈已经已经慢慢的变老了 就在我没有发觉的这个情况下 所以我会去开始审视自己 是不是我应该花更多的时间去陪伴自己的家人 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作为一个女孩子吧 比较心细的地方 那我觉得这可能对我来讲是很大的一个挑战 我可能会去慢慢的思考